天啊,雷一負責那麼可愛 11月21號 伊布日 伊布真的是太可愛了 現在我在的地方是 一個叫麗莎的帳篷 在路上在 8號道路上面 就可以找得到這個帳篷 這個帳篷裡面有全部的伊布 除了仙子伊布 所以現在畫面上的仙子伊布是我自己帶進去的 這樣子這個帳篷裡面就有全部的伊布了 這個帳篷簡直就是天堂 這帳篷的位置就在這裡 這邊有個8號道路可以直接飛過來 飛過來就會直接降落在麗莎的帳篷 就是這個紫色的帳篷 裡面就有 除了仙子伊布以外的8隻伊布 那我終於也在昨天把所有的伊布 都湊齊了 生了一堆蛋 這邊總共一面有30個嘛 這邊有空一個是我昨天送給我朋友 一個4V的伊布 所以這樣總共呢 我總共生了 生了50幾隻的伊布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 50幾隻的伊布裡面呢 全部都是公的 我只會生公的伊布 然後就只有一隻是母的 這一隻 他是唯一一隻的母伊布 其他全部都是公的 雖然我是不討厭啦 但就是這個機率來講有點太低了 那我是在網路上面有看到那個 教人怎麼樣快速孵蛋的一些方法 然後就照著那個方法就是 昨天一個晚上就生了50幾顆蛋這樣 然後又從中裡面挑 就是能力值比較好的 就是我這些伊布呢 至少都是5V啦 就生了50幾隻之後 我就挑了終於有 有足夠的5V以上的素質的伊布 然後就把它留下來進化 那因為我真的是太喜歡伊布了 所以我買這一片遊戲 其實就是 只是為了要養這些伊布 所以其他角色對我來講 就是目前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我現在 圖鑑也總共才 湊了50個吧 我想總共才50個圖鑑而已 就是沒有很認真在 玩這個遊戲 就主要是 想要養伊布 那我今天做這個影片呢 就是 也是 在想可能也會有人跟我一樣 只是想要養伊布而已 所以 所以 我今天呢就教 其他跟我一樣的伊布控怎麼樣 快速的養出 素質比較好的伊布 首先呢 我們當然是 還是主線要先過完一輪 過完一輪之後呢 我們可以到這個 戰進陣 到這裡之後呢 他左右兩邊都會各有一間旅館 那我們到左邊這間 之後搭電梯上二樓 然後往左邊這間房間進去 然後這裡有一個警察先生 跟他講話 然後這邊他就會問你要不要跟他對戰 那你跟他對戰打贏了之後呢 打贏他之後呢 我們就會拿到這個圓形護符 那有這個護符的話呢 那我們放在寄方屋的寵物呢 就會更快的去生那個蛋 拿到護符之後呢 我們再來到這個 宮門寺的對戰塔 進來這邊之後呢 我們可以對這個大姐姐報名 就是可以開始挑戰對戰 那我是打這個單打對戰 那他右邊有一個獲勝次數 你只要 那打贏六場之後呢 我們就會解鎖一樣功能 那個功能呢就是 我們在這個寶可夢盒的畫面呢 就可以看得到他們的能力素質 素質就是旁邊這些有寫什麼 啊太完美了 相當好普普通通這樣子 有這個功能呢我們才知道 孵出來的那一隻寵物能力素質好不好 你就可以在那邊挑選 就是一直生到那顆蛋是你滿意的為止這樣 再來呢我們到這個 全關室 全關室我們進來這邊 右邊一樣跟這個大姐姐講話 BP商店 這邊有個紅線 那我們就買個紅線 我現在是沒有BP 因為我已經買掉了 那你只要打贏在對戰場的那六場的話 基本上你是有BP可以買紅線的 有紅線後呢我們就讓你想要拿去孵蛋的 也就是當爸爸媽媽的那一支衣布裝備 那如果呢你在上一個作品也就是 寶可夢皮卡丘衣布版 你有買過衣布版的話 可以在車站領到一支衣布 那那一支衣布呢 它會是 就是所有特性都是滿的 所以它是很適合拿去生小孩的 就給那一支裝備的紅線 剛剛買的紅線 然後這個紅線的作用就是 它會隨機繼承 它的五項能力的素質 但是它是爸爸跟媽媽加起來各五項 所以拿這支裝備紅線的話就是 比較容易拿到就是太完美了 那一定是要有一支母的衣布 然後把公的跟母的一起拿去寄放 讓他們才會生蛋 那如果你沒有母衣布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抓一支百變怪 就是讓衣布跟百變怪寄放在一起 他們也可以生出衣布的蛋 那以上的東西呢 全部準備好之後 我們還需要再抓一支寶可夢 那個寶可夢呢必須要有一個特性 就是那支寶可夢要有一個特性 火焰之躯 那剛好我 有抓到一支燈火幽靈 你們包包裡面剛好有的就可以拿來用 不然的話就是要 自己去抓一支 那以上的東西都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這個 五號街道上面有一個寄放屋 我們就到這個寄放屋來 到寄放屋來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女生 你就可以跟她說 你要寄放哪兩支 我們就寄放這支能力全滿的衣布 然後再放 我 Boss裡面唯一的一支母衣布 接著呢我們要做的呢就是 叫出你的腳踏車 從這邊一直衝 衝到底 到底之後再折回來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這樣有在前進比較不會無聊 你也可以在原地打轉 那我自己算是差不多剛好折回來的時候 蛋就孵出來了 那就把蛋給拿著 然後我們再把那個 然後呢我們再把剛才說有那個火焰之軀的角色 放在同行的隊伍裡 然後因為她是火焰之軀嘛 可能身體比較溫暖吧 所以孵蛋的時間會是 一般的兩倍快 這時候呢你又可以拿第二顆蛋 那我們一定要把它帶在身上 它才會孵那個蛋 然後我們再 再往回走 然後再折回來之後衝到底 再回到那個季放屋那裡去 這時候呢我們第一次拿到的蛋 已經差不多要孵出來了 那我們再來回一次 應該再來回一次它就會剛好孵出來 好 這樣就生了第一隻伊布啦 然後我們就可以趕快來看一下剛剛生出來的伊布 它的能力值如何 看來它只繼承到了爸爸的兩個 太完美了的部分 那不滿意的話呢我們就重複剛才的動作 就是這樣來回來回來的 拿蛋然後 來刷自己想要素質的寶可夢 來刷自己想要素質的寶可夢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就是想要刷 素質比較好的八種屬性的伊布的話 就推薦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啦 另外提醒大家就是伊布的進化 特別是日、月跟仙子伊布的進化是特別比較不一樣的 像日跟月呢他們會 跟時間 跟時間 欸 吵死了 像日、月的進化呢會跟時間有關係 而且會跟親密度有關係 所謂的親密度呢就是你要像在這樣的帳篷的環境下呢 就是跟這樣子 拿一些玩具跟你的寶可夢們玩 就可以提升親密度 那太陽呢就是在白天的時候 跟他玩然後親密度提升他就會自己 提升到最高然後他就會自己進化成太陽伊布 那月亮伊布呢就是相反 就是你在晚上的時候 像現在就是晚上的時候 然後你跟一般的伊布這樣子玩嘛 玩玩玩玩玩玩 然後親密度直接升到最高 他就會自己變成月亮伊布了 仙子伊布的話呢 你一定要讓他先學會圓童這個招式 等他學會這個招式之後呢 我們再來提升他的那個親密度 那親密度到達一定程度 然後他又有圓童那個招式呢 他就會自己進化成仙子伊布了 就像我這一道的招式 會不會再玩操作啊 就像我一般的招式 但是他就在這裡 就像我一般的招式 就像我一般的招式 一樣的招式 如果他就像我一樣啊 就像我一般的招式 那些招式 就像我一般的招式 好 我可以做出一場试试 不如有些不力的 可以做出一场试试 我可以做出一场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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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真端 if you have a control. 就像�護 next one. 有趣的地方。 可以可以看到滑水和泥。 有趣的地方躲起來。 ça就是把泥水和泥水。 同樣能怎麼樣? 這個地方是在路的地方。 我会算一下 我只要做一整装 我擱打 嗯 好 好吧 误会这样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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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比如說 你可以找到他的閃避 如果他是個胃… те怪猛 不容易就出了 好 不舒服 好吧 我還是知道 應該沒用 有 umaerenão 20 20 뉴스��� 在这些游戏中的游戏中可以找到那些游戏的游戏 像是在这些游戏的游戏 当时追上游戏的游戏 那边那边有游戏的游戏中 这边有游戏的游戏 这边有游戏的游戏中 还要想起来游戏中的游戏中 在游戏中 游戏中 游戏中的游戏中的游戏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